112学年国中学生深入草岭山野教育活动 从11月15号到明年3月31号在云林草岭来登场 这是继110年起办理云林县高中职学生成年里挑战云家五联峰之后 针对云林县国中学生所规划的山野教育活动 这次参加的国中山野教育活动 预计有29校31个梯次 1600位学生来报名参加 其余学校也都陆续报名当中 参加活动的学生也都是完全免费 今年度云林国中生深入山区教育活动 从11月15号到明年3月31号在云林草岭展开 而对于就要前往草岭来旅游走踏 学生表示相当不错 为什么会去草岭 现在认识草岭这个地方 类似当然会累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更开心 那以前有去过吗 没有 这次活动内容规划仰赖 虫光童军实验国校 张湖生态国中小 以及云林童军协会等单位协助 才能规划出具有符合教育和安全的行程 而除了三线的教育农员参访 未来三条轮海教中心整修完工后 也会作为教育活动的参访地点之一 草岭三野之美 那未来的话 我们这一个三条轮的教育农员 整修完毕之后也有60个床位 那未来就是三线海线 都会让学生毕业之前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那我想这个是云林县独有的 而且所有的经费都是由 这个县府边立预算 让小孩子以后顾之忍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人文地产景的认识 其实背后里面我们也要开始着手在设计很多课程跟活动 透过课程活动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人文地产景的一个接触 可以培养人跟土地之间的关系 深化孩子对于这个家乡的一个认同 办理这样的教育活动 是考虑到学生国中毕业后 可能会到外县市来读书就业 因此也希望学生在离开家乡前 可以有机会到云林县内各地实际走踏 一个观光大县 所以我们慢慢在整理 所有我们的一些景点亮点 也让我们全台湾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能够来到云林县 但是我们首先要让我们自己的孩子 国中的孩子 他即将有可能到外县市去读高中去读大学 那所以我们希望在国中这个阶段 先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的家乡 这次活动大约有1600位学生报名参加 并且是完全免费 期待学生可以透过这个机会更加了解自己的家乡 记者定配云林县才能报道